對家裡人都會有這樣的想法 甚至我離開礦場的時候 家裡都不希望是因為 在報紙上看到你死亡才知道 或是住院才知道 所以其實礦場在1984年 美國73年發生三大災病 就海傘煤礦 煤山煤礦 海傘一坑煤礦 當時死了289個人 當時所有人都怕 因為所有的礦場很多礦工 就離開礦場 可是其實這些礦工 所以我同意有些東西 你真的在批判的過程 你是不是要成立一個感恩的心 去看這局 這局礦場的工程後來去哪裡 挖雪隧 挖滨海公路的隧道 你們台北板南縣第一期工程 是礦工下去挖的 最後還得到潛水附贈 你說學歷 我跟大家講 當時是很多人 是無奈逼著這樣下去 我講一個大企業 九十幾歲了 這是台灣其實對女礦工 是一個非常嚴重的虧欠 她是當時念雙溪國小畢業 在日治時代 念雙溪國小畢業 程度是非常非常好的 可是家道中落的時候 她來做礦場 生了五個小孩子 可是她一個人 含辛茹苦的去養她 早上五點出門 要坐到晚上十一點 她生小孩子怎麼生的 在坑裡面肚子痛 是推車的工人 你看那個推車的工人是怎麼推的 那一台車子一頓 推到肚子痛 洋水破了 她抱著肚子出來 走到坑口 生下來 自以剪其代 就是自己生的 那一群人對台灣這個社會奉獻到 幾乎是把生命身體 都給的這塊土地 到最後你看到 你不要踏車 你沒有知識 所以你才下去 就是因為有這一群沒有知識的人 讓你台灣發展的經濟奇蹟 讓你血稅能夠通車 讓你底下的板南線可以通車 可是你假如整個社會就是在批判 批判礦工怎樣 那個顯然對礦工不公平 而且還有很多人是家住在那裡 住了兩三代的 你最後告訴你 你是繼承違建 什麼叫繼承違建 他是因為他有小孩子 小孩子更多的時候 他只有搭出來 甚至往上搭 甚至往後搭 我們那邊很多這樣子 很多人都提心吊彈 什麼時候我們變成違建 可是我們就政府 完全沒有解決的事情 我覺得首先大家要搞清楚 我們這一次在野黨攻擊的主目標 應該在哪裡 應該在於說是 要先去釐清賴清德 有沒有所謂 自己本身的違建問題 或者他過去有沒有繳稅的爭議跟記錄 當然剛才毛大哥講了很多 這個礦區礦工的一些前輩們 為了台灣的這幾百年來的拼搏 打拼犧牲奉獻 這個東西是不可抹滅的 所以當然毛大哥 你也在那個礦坑的那個紀念館工作 對 做導覽 對不對 做導覽 把這一段歷史記憶 不要把它忘記 讓更多台灣人知道傳承下去 這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我覺得回過頭來 賴清德的問題還是沒有解決 賴清德因為為什麼 為什麼不針對其他人 要針對賴清德 首先他擔任過國大代表 他擔任過立法委員 他擔任過台南市長 他擔任過行政院長副總統 到現在要來選中華民國的總統 他是有能力讓這些事情做改變的人 他是有能力去讓這一塊區域 我們想不想努力的去促成他合法化的人 可是他沒有這麼做 他選擇一路的放 不討論不討論不討論 直到今天這個事情才被拿出來 接受大家的檢驗 所以我認為備受公平 本來就是一個政治人物 應該承擔的一個力量 最重要一點 我們沒有辦法接受國安人員 在旁邊的小花園裡面 幫忙灑掃打 幫忙灑掃 幫忙整地 這件事情難道台灣人民可以接受嗎 所以對於礦工 對於這一段歷史記憶 我覺得台灣人有責任跟義務 要去把它傳承 傳遞下去 但是對於賴清德 本身有沒有違法 他有沒有該作為 而不作為的事情 當然也要接受公平